你就别再自走了 我明白 就算让你担心了 我答应你 以后不会了 好吧 不过 少爷 这亭州是个是非之地 你一定要信守当初的承诺 满一年后 离开亭州回抗城 好 我答应你 明天之后 无论是否无所 我都会信我什么 行了吗 对了 我生命了一事 你千万别告诉我 对你好 好 少爷 我替你保密一次 好 行 行 少爷 我怎么觉得 我对你的顺从 我害了你 你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做着就业这些小事 你烦不烦 走 陪我去发发电报去 你看人家 这咱们这以前 真是错怪人家 我早就说这陆先生 非时钟之物 将来必成大事 非时钟之物 素贞 你来 你来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不管是陆先生 怀着什么样的目的 进千日访 人家是一直替咱们 照想替咱们做事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素贞你看一下这个 对 所以啊 得好好地谢谢代劳 给咱们介绍了 这么一个大门人 那得谢他 当然得谢 什么事 他没有 罗国家 一万人 那这么一万人 还有他 我还想去 他 没什么 relieve 中国人 他 酷 他做起事情来 不一定掏心窝子 对吧 爹 老爷 我倒是 这个素贞说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不管怎么说 二十万 双双嫂 二十二爷 二少爷奶奶 丁佳 你怎么又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来啊 为了亲自二嫂商与 我专门让书峰 做了几个清淡的小菜 那就坐下来一起吃吧 还是二嫂大方 那我就不客气了 忙活半天 我早就饿了 金桥 给大小姐加一束碗筷 这些啊 可是我们家小姐 用了一下午时间 为二少奶奶和二少爷 轻手准备的 丁佳真是有心啊 小菜 你先出去吧 好 这是我专门找人 买的一瓶藏了二十年的 女儿红 今天我们要畅饮一番 就是不知道二哥二嫂 肯不肯赏脸呀 我喝点酒倒是无所谓 但是你二嫂的病 刚刚痊愈 她喝酒恐怕不太合适 我也是地酒不沾的 今天难道我有这兴致 想为二嫂庆祝一下 二哥 你可不许扫我的兴啊 就是不知道二嫂 是不是介意我不请自来呀 怎么会啊 人多了热闹 是吧 对对对对 二嫂做的菜闻着就香 正好配我的女儿红 好 二哥二嫂 我以前不懂事 做了很多伤害你们的事情 这碗酒全当赔罪了 是这 酒不能这么喝 这太多了 这第二碗酒 我敬二哥二嫂 之前我说话有很多不周的地方 还我二哥二嫂见谅 思佳 我们是一家人 以前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 二哥二嫂 我都已经喝了两碗了 你们要是再不喝 是不是不肯原谅我 你二嫂喝酒真的不合适 但你刚才说的话 我跟人家二嫂都往心里去了 我们都原谅你了 真的 二哥 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 你们这样 我喝 二嫂爽快 二哥 该你了 思佳你真是 好 从此以后啊 我们的恩怨一笔高虾 来 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二哥二嫂原谅我 我们三个再来一杯 但这酒真的是不能再喝了呀 快来吧 干 大少奶奶 我看到大小姐 被小翠和金巧搀扶回原子了 没想到那个蠢货 中了我的圈套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 静观其变 大少奶奶 上次二少奶奶擅闯金地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求情 而让大小姐做了好人呢 傻丫头 没有私家上次的求情 她们怎么可能那么容易上当呢 我讨这副民药啊 可是花了我不少心思 今夜总算是派上用场了 虽然花了我不少钱 结果也总算是值了 可我还是不太明白 您那么讨厌二少奶奶 为什么还让她留在一家呢 我何时讨厌她了 您不讨厌她 那为什么还孤流氓 我当时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又没有靠山 老夫人这个人 为了让一家有骨血 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如若真让司成把如意给睡了 如意有了孩子 那麻烦就大了 以如意聪明伶俐 笼络人心的能力 千日访一定会落到她手里 那 你就只能出此下策了 如果二少奶奶被强暴 那她的下场一定很惨 可您 为什么要让二少爷跟她 那她不就还会怀了一家的孩子吗 此一时非彼一时 现在让他们俩生米做成熟饭 那也是想断了陆少奇的念想 以陆少奇背景深厚 追负司令都怕她三分 只要陆少奇 对如意不死心 必定会对一家用心 这个人可是我的绊脚师 我不允许酝酿了几年的计划 就让她给破坏掉 所以 你要盯紧了园子里每一个人 还有现在的陆少奇 你懂了吗 是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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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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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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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儿啊 昨天晚上我们都喝多了 喝多以后的时候 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如意你听我跟你说 我不要听 你走 我是依斯嘉 依斯嘉带来的酒里面有问题 对不起 如意 我依斯文既然对你做出了这样的事 我这辈子都会对你负责任的 对不起 是 小姐 你就为她吐空了 吃点东西吧 不是 拿走 小姐 你就是吃过解药 对身体也是有害的呀 为了让她死心 就算死一次又怎么样 出去 二少爷 我说你出去 小姐 你先出去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陷害 二哥 我可是在帮你啊 你和冷如意是有名无实的夫妻 这府里哪个不知道 你喜欢冷如意 又苦于中间横着个陆少奇 我帮你们把烧米煮成熟饭 以后她就离不开你了 二哥 你不感谢我 反而来指搜我 给我闭嘴 是 一四季啊 我以为你平时就是刁满了点 没想到你居然卑劣到这种地 我的事什么时候需要你来插手呢 平时那些栽桑下坡 我可以记恶不救 但昨天晚上这件事你做得太过分了 我再也不会原谅你了 我愤 我过分 你自己不敢承认喜欢她想站野 事都做了你怕什么呀 你才是敢做不敢当的懦夫 你比我更悲心 你打 你打 我这祸 你 Respect 你怎么能得到处理我 你不应该是不更野 我应该是一个人 我只能因此 我只能够出去了 你够出去了 我多了 我只能够出去了 我怕你也会 你也会少两大 你够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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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伙和照顾 大少奶奶 二少爷当中进了 大小姐的园子 两个人吵得很厉害 她跟她一样 看来沐已成舟 她陆少奇 就等着这个晴天霹雳吧 来 多吃点 情况属实吗 陆少奇的确为牵日坊 在运城搞到了一笔 数额不小的定带 这个陆少奇还是个人物 此人不除 必是祸患 您别生气 这牵日坊只是在做垂死挣扎 不值得担忧和动漏 接下来 就得看老色鬼的枪杆子 硬不硬 这边是 我一会订的 这边是 这边有什么感觉 这边是 这边是 打垂死的 这边是 正面是 可以 你 这边是 选吃沐儿去多吃点啊 沐儿怼身体也好 还经费也对 来 来 来 你办件事啊 帮我把这个交给二少奶奶 不是 是 二少爷 这这 他要是不愿收的话 你就随便处理掉 没事啊 二少爷 您别嫌我多嘴 这个呀 您还是亲自交给二少奶奶 比较合适 我跟你说 不是 我还需要你来教我吗 是吗 不需要 不需要还多嘴 去去去 去 二少奶奶 这是二少爷托我送过来的 说是给您的 我不要 替我还给他 二少奶奶 要不 您先看一眼 这可都是二少爷的一片心意呀 二少爷就是怕被您拒绝 才托我送过来的 二少奶奶 您就收下吧 二少奶奶 您也知道 二少爷啊 他其实是一个面冷新认的人 我 天桥 别说了好吗 二少奶奶 我知道 我一个下人说这些也不合适 可难得二少爷对您这么好 您就安心跟他过日子吧 你下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安心过日子 我怎么样才能安心啊 孙少爷 孙少爷回来了 四五回来了 哥想死你了 出去这三个月有什么收获 二哥 我这次出去可真是长大见识了 快 跟哥说说 孙少爷 孙少爷 你可回来了 本来要提前回来的 中途有事 担着了 我给你们带了好多礼物 过来 服务长大了 会给我们带礼物了 二哥 这是给你的 看看这种东西啊 还真是二哥喜欢的东西啊 大嫂 这些个珍贵的药材 可是我跑了好多药坊 才弄到的 对对对 如意最喜欢这个东西 四五有心 就是 永字号 最久付声明的 胭脂和水粉 谢谢三少爷 老嫂 逇钱你的 还有我的 谢谢三少爷 老年带你调整 这个 进桥 进桥 把四五的东西说好啊 来 四五 你出去了这么久 对外面的局势应该很了解吧 我听他们说外面的局势很动荡 真的会爆发南北之战吗 你们俩先聊 我下去跟你们沏杯茶 好 快哥 快哥 坐 我这次出去啊 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奋斗青年 我跟他们在私下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如果一旦时机成熟 我们就会义无反顾的 偷身到革命当中的 四五四五 来来来 坐下坐下坐下 坐下 哥 哥知道你的思想进步啊 但是这思想进步 它不代表一定要惹是生非 你看 这个爹的年纪他也大了 对不对 咱们天日房的生意是每况日下 以后这个家 得靠你来撑这个局面 哥劝你 外面这些事咱们不管它 你要为做千日房的大当家 随时做好准备 对不对 二哥 那目光能不能不要只局限于千日房啊 现在时局动荡 如果没有的安稳的社会环境 别说千日房了 就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保障 我想好了 如果需要我 我一定会离开家的 不是 四五 你的思想怎么能这么偏激呢 你走了咱们一家怎么办 咱们千日房怎么办 千日房是爹 捆金这么多年的心血 怎么能败在我们这代人手上呢 爹看着千日房 就像看着自己生命一样重要 你要这么说被爹知道 爹会伤心的你知道吗 不是还有你和大哥呢吗 二哥我心意一决 你不必劝我了 不是 四五你怎么能 饭都好了 四五 要不然你留下来一起吃吧 好 走吧 我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你 这个呀 是我陆江的春甲宝 只传给张熙 你猜猜名字叫什么 如意类 跟你简直听错之后 这个呢 可就是爱情的镣铐 你带着它 可就是我陆少奇的 被婚妻了 喂 呀 小姐 这个呢 呀 你既然好像是 小姐 你老虽然就在我 你的家 老虽然你就 你老虽然就是 了那种 这个小姐 我们的计划就失败了 你放心吧 小姐 大少奶奶那边不是说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但愿吧 小姐 你为了陆先生 费了多少心思 即便我这么用心 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接纳我 会 一定会的 三少爱心最细了 他最知道二少奶奶需要什么了 以我看 他更知道女孩子家需要什么 二少奶奶 您又取笑我啊 好了 还有 这个方子一定要交到我爹手上 是 二少奶奶 搅拌 我来说 我来说 她的 我来说 对 我来说 你不在哪里 晚上 我来说 敬小 三少爷 可吓死我了 敬小 你想我了吗 我这三个月啊 无时不刻都在想你 傻乎 爱你啊 你竟然应该像我这样 表达出才行 一会儿干嘛去 我带你出去逛我吧 顺便给你买一些 你喜欢的小玩意儿 不太好吧 我是被夫人知道了 不敢连累二少奶奶了 再说 我还要帮二少奶奶送药呢 正好 我跟你一起去 来 来 这儿 来 捏你的脸儿这儿 你 你 敬小 我要捏一个你 捏一个我 这样咱们两个 就会永远在一起了 老板 照我们两个的样子 给我们两个捏一个 捏一点 走吧 好不好 四五 一四五 你难道真的想娶这个丫头吗 我想娶谁就娶谁 我堂堂一个电影公司老板的女儿 没点比不上这个穷酸丫头 你为什么偏偏喜欢她不喜欢我 因为她善良 懂事 善解人意 她这些优点都是你不具备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 这辈子非你不嫁 你为什么非要这么折磨我 四五 你一定是一时被她迷住了心性 我不怪你 我等你 我等你回心转意 敏之 你别再犯傻了 我不喜欢你 我没有喜欢过你从来 还有你要知道 咱们两个根本不合适 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纠缠我了 还有你不要再上菜轻巧了好吗 我不想咱俩连同学都做不了 可以吗 一四五 你好狠心哪 我是我爹的独生女 我爹的财产都是我的 如果你愿意跟我好 我可以让你接管家里所有的生意 这些都不重要 敏之 我爱金翔 我非常地爱她 我一定会娶她 金翔 你走 一四五 咱们有一天 我会嫁给你的 金翔 你别生气了 王敏之真的只是我的同学 我跟她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哪敢生气啊 人家是大小姐 而我只是一个丫鬟 金翔 你听着 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你的身份 我爱的是你的人 跟其他因素扯不上任何的关系 三少爷 我配不上你的 金翔 金翔 你 你是个好姑娘 你别轻看了自己 还有你以后 能不能不要再怀疑我 跟你的感情了 好吗 我们回去吧 三少爷 你还是不在意过 尼尔 你还是不在意过 你还是不在意的 为何你投赔 我先亲密 awak 喝点茶吧 喝茶还不如来喝酒 喝酒可以解掉心里面的忧愁 所以说你还是关心我们对吧 如意 那天晚上的事 别说了 我去打半睡 你把脸擦一下 你把脸擦一下 真心地请求你 能不能原谅我 以后别喝那么多了 上身 你心里面还是装着他 你想起来我就激动 所以我才会 所以你就要把神秘主神收饭 让我再也配不上他 然后可以死心塌地地 跟你在一家过日子 是这样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死心塌地 跟我过日子呢 我到底哪儿不如他 对不起 如意 能不能别离开我 在查出姚一鸣死因之前 我不会离开 所以说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对吗 早点休息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我这个丈夫 茶药凉了 一趁热喝 姨老板 咦老板 projection 你这是哪支分吧 您给吹来了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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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老板 此次冒昧前来打扰 是有事和你商量的 您别客气 您说 您说 小女敏之呢 和贵公子思武是同学 这 我知道 敏之呢 看上了思武 但是这思武呢 另有忠义之人 此事让小女颇为苦恼啊 这不着急商量商量 这个思武啊 回家从来不说他的私事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是这样 昨天敏之在街上看到思武 带着女朋友逛街 女孩子嘛 遇到这种事情 难免使个小性子 发个小脾气 惹得思武呢 不高兴带着女朋友离开了 我这还真没听说他有女朋友啊 我呢 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从小就娇生惯养惯了 看她的为情所困 我这做父亲的呀 着急呀 易老板 您看这样行不行 如果敏之 与思武成的情境之好 我现在就承诺 以后我们王家所有的家业 都有思武来搭理 您看怎么样 现在这个孩子啊 是一个比一个都不听话 这做长辈的 很难替他们做这个主 易老板 这易家呢 在庭州也是数一数万的大户家 不敢不敢不敢 这儿女亲事 是不是也讲究个门当户对 是是 据说 思武的女朋友 是个丫头 叫金桥 这要传出去 是不是有损 易老板的颜面的 丫头 不会吧 小女亲眼所见 肯定不会有错 你 王老板 有些事 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 乱说一通 按说呢 您的家事 我不便过问 我也是爱女心切 打扰之处 还请易老板 多多体谅啊 您言重了 回头 我让下本人问问你这事 如此真好 多有打扰 告辞 小艺 送一送 爹 苏贞啊 你来一下 好 你找我有事啊 这思武跟金桥交往的事 你知道不知道 我听小云说过 但是没在意 一个下人 一个少爷 怎么可能啊 可是有人看见 他们去逛街了 那要是这样的事啊 那就是如意妹妹的不对了 她怎么能纵容下人 勾引本家少爷呢 你看如意 平时做事还算是严谨 是吧 那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您想啊 如意出生在平常人家 一旦攀了高枝 那就是乌鸡变凤凰 这金桥 又跟如意挺贴心的 他肯定是想让金桥 嫁个好人家 对吧 这思武这孩子也是 你说你要是玩玩也就算 人家也是有伤大雅的 但是金桥要想当三少奶奶 这万万不可能 爹 您还是回去跟思武谈谈吧 先回头我找她 好 那 你 你忙你的 你忙你的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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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找我 你说你啊 这回来多少日子了 也不说过来看看我 跟我说说话 我跟你说 你这小子心里就没有爹 我说对不对 爹 瞧您说的 您整天都忙得不见踪影 我到哪儿找您聊天啊 这个快毕业了是吧 一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爹 我打算追寻那些进步人士 做些有意义的事 瞧把你口气大得很有意义的事 我本来打算把千日访给你 我看你心思就没在这儿 啊 没在这儿吧 爹 您不是还有大哥二哥呢吗 我今天来啊 不是想跟你说这事 我是想跟你说 爹打算跟你说门亲事 你看怎么样 你看你老大不小了 是吧 大哥二哥都成了家了 时间长了 我真是怕把你给耽误了 爹 您说 这俗话说得好啊 男儿先立业后成家 我还没毕业呢 您就给我弄这亲 你你等会儿你等 我没说完呢 这个 女方那闺女啊 跟你是同学 也是追随进步人士的 那么一个青年 是吧 关键是呢 咱们两家门当户对 谁也不丢人 爹 您说的不会是 王敏芝吧 还就是王敏芝 他爹昨天找过我 希望呢 能结成这个亲近之好 爹 您千万不能答应这门亲事啊 为什么呀 那 那 为 那 爹 爹 是这样的 我呢 刚认识一个军官的独生女 您看啊 如果我要跟她成了的话 您不仅会得到这个 资金上面的资助 还有这 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 对不对 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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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你可不许跟我耍心机 你要是耍心机的话 我一点情面都不给你留 到时候聘礼我不出 我怎么敢骗爹呢 对不对 行 行 行 作为 一家的少爷 你要随时提醒自己 不能做有损一家颜面的事 爹 您放心吧 行 去去去 那爹呢 我先走了啊 来 来 来 老爷 您找我呀 听说你最近在二少奶奶那儿干得不错 桌上那钱你拿着 算我赏你的 谢谢老爷 按说呀 你是二少奶奶房里的人 是吧 干得好也好 坏也好 轮不上我赏你 罚你的 可是我毕竟是一家之主 有些宅门的规矩啊 我还是得跟你说说 是 老爷 金钱听着呢 房檐底下挂着那个鸟笼子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那是只画面 我花大价钱买的 养了好几年了 是 那鸟叫得可好听了 宅子里的人啊都喜欢它呢 但是这只画面呀 不管它多好 我也只能把它挂在房檐底下 不能拿到书房里来 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世间万物啊 都有个贵贱尊卑之分 是吧 再好的鸟笼子 也不能拿到书房里来 那样让人笑话 是 我明白了 再好的鸟 也只能挂在房檐底下 对喽 今年多大了你 十七了 该找婆家了 金桥不想找婆家 金桥只想好好地 伺候二少爷和二少奶奶 真的 真的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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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认识